大家好 我是陳映百 我是從那個大學 那時候加入吉他社 我那時候加入的時候 就覺得說 人生應該要有一首自己的歌 因為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一個小小的想法 就是一個小小願望 就是我希望可以寫一首 屬於我自己的歌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去彈吉他 去學吉他 就去社團學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嘗試創作這樣子 我很欣賞吳岳天阿信的歌詞 其實用字是很容易牽涎易懂 可是它解開後 會讓人去思考 或是去對於這個社會 對於夢想 會有比較更深的意思 做這種東西 它是從你的生活 從你看到的任何資訊 去潛移默化 然後慢慢累積你的質感 你的sense 或許對於現在的新聞 現在看到的資訊 有些憤怒 或許有些快樂的東西 都有可能成為你音樂的一部分 但不會馬上成為你的音樂 但它就會在你心中藏著很久 然後有一天它可能會成熟 這個想法成熟 它就可能要變成一首歌 цик拉